好所以我覺得昨天啊我們的造勢哇塞真的超級成功耶 所以應該大家都看得到民意其實是大過於黨議也大過於民調啊 其實昨天就是最真實的民調了 所以我覺得好開心喔 我到今天都還是非常的興奮 對我覺得捷運站直播可能會有問題 所以我現在要走出來 然後我有發現女生也比較害羞一點點 好不過我現在有看到 哈囉你好我們在直播願不願意跟我們打個招呼 好沒關係 看大家都稍微害羞了一點 好我這邊又有看到新朋友 哈囉你們好我們在直播可不可以跟我們打個招呼 來不要害羞來跟我們鏡頭打個招呼 來來來來這邊有這邊有帥哥有美女 欸問一下你是台灣人嗎 我是喔 欸在這邊來玩還是 呃在上學 你在上學你讀台大嗎 是喔 喔好來這是我們的網友 來看一下 來我們的網友呢有收集了一些題目 然後想要請我來問問這個街坊啦 我想要請問一下喔 最近我們昨天不是有看到韓國瑜市長在新竹造勢嗎 請問一下你覺得你的感覺是什麼 對於韓國瑜市長的感覺是什麼 他現在選總統耶 沒什麼想法 沒什麼想法 你應該已經過了20歲了吧 對啊 好那你如果是選總統的話 你比較支持哪一位候選人 就你喜歡的就好也不一定會去投票對不對 但是就是你比較欣賞 應該是蔡英文吧 蔡英文我可以知道為什麼嗎 欸你是台大學生嗎 對啊 對喔那我可以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他台大嗎 不是啊 不是啊因為 我覺得 他 有做過 欸 至少他有一些證件是他有實現過的 然後像韓國瑜他之前講過的證件是 好像很少有實現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 蔡英文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好那我可以問一下 蔡英文的證件你覺得有實現的 是哪一項你會最覺得 欸你覺得真的不錯我因為這個而喜歡他 他有講過說他想要幫同志婚姻 同婚已經通過修法了對不對 那公投呢 因為其實公投好像大家是比較覺得同婚 這個議題大家是比較沒有那麼接受的 然後他就是把這個法還是修過了 這樣你覺得OK嗎 公投是民意啊 公投他是說希望是 就是想要立專法 可是 對 就是他其實他也就是 因為現在同婚姻就是 他不是在民法底下是另外立個專法 所以我覺得 應該就是 就是有符合這樣的 嗯 好那一立一休呢 像年改啊 教改啊 這些 教改啊 其實你就都會覺得還不錯嗎 也沒有啊 因為像一立一休好像大家都是 也不是很喜歡 對吧 其實我們支持候選人 他每樣政見 我們也不可能每一項都支持 對不對 那講出一個韓市長 你覺得他沒有什麼做到 可是現在報導有看到喔 他清淤 鋪馬路 然後 關懷弱勢 賣農魚產品 blah blah 這麼多 那你覺得呢 這個 這我關心我可能要先 我要跟農魚吃飯 不好意思 好那你先去吃飽喔 那希望你們能夠多多看所有的報導 不管是三立中天的 那這樣子能夠多聽多看 然後這樣會比較公平喔 好謝謝掰掰 好欸我發現台大的學生喔 好像是不是蔡英文是台大的 自拍棒 自拍棒 所以有沒有可能是這樣子 好大家理智 大家先理智 我們我們再來看一看到底 學生是怎麼想的喔 其實好像 他們好像對於韓市長的一些政策 好像也不是說這麼的了解對不對 好 不過這些學生他們都很有可能喔 會來看我們的直播 所以我們要讓他們看到愛與包容 那我覺得上一次在愛河喔 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發現學生們 都非常的 他們好像看網路影片看的比較多 所以好像比較不太清楚 欸我看到一個很漂亮的女生欸 哈囉哈囉哈囉我們在直播 可以跟我們打個招呼嗎 真的真的 你這樣走過去也是會被看到喔 好像看到 好那我們 好我們再繼續 欸來看一下齁 好我往這邊走 對啊 台大的 所以台大挺台大很正常 但是我們今天來的最主要目的 為什麼會挑這邊呢 就是希望 其實一般人聽到不同的意見喔 呃立即的反應 一般人心理學來講喔 一般人看到不同的意見 當下立馬的反應 其實是會先抗拒的 這個很正常 可是當我們跟他說 然後讓他有一點鬼打牆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比較 回去會想 好我現在有看到這邊有很多同學 哈囉同學你們好 欸我們在直播 可以跟我們打個招呼 可以嗎 來來來來 欸你是台大的同學嗎 嗯 是嗎 是喔 過二十了吧 嗯 已經過二十了齁 好 因為我們現在在直播齁 然後上面有很多人在看 可是我們真的是非常友善的 那因為網友有收集了一些問題 想要請我來這個街訪問大家喔 所以我可不可以問你一下 就是 昨一天 因為昨天 在新竹韓國瑜有造勢活動 你們知道嗎 我知道 應該知道齁 好那我想要問一下喔 你們覺得這場造勢活動 你們對韓國瑜的感覺是什麼 這場造勢活動 對或是對於韓國瑜市長 高雄市長 因為他要出來選總統 你對他的感覺是什麼 然後我坐到這邊來 對 沒有什麼感覺 那你比較支持誰 你比較欣賞哪一位 其實也不一定支持啦齁 因為現在也還不到最後嘛 那以台面上的人來講 你比較欣賞的是 沒關係真的都可以講 因為我們裡面什麼人都有 想不太出來 不是政治 你想不太出來是不是 因為我覺得還沒有一個很明確的 那現在有沒有特別欣賞誰 也都沒有 好那蔡英文啊 柯文哲啊 韓國瑜啊 那如果是這三個呢 目前應該是蔡英文 目前是蔡英文是不是 我可不可以知道為什麼 因為 柯文哲啊 可是他當了總統 欸現在已經是三年多了齁 那其實他現在的民調 沒有說很高 然後他之前又把賴清德 我個人其實我比較喜歡賴清德啦 所以那你對這樣子的看法呢 就是一個民主的一個競爭 結果賴清德被做掉了 就是他們黨之間的問題 所以反正民進黨現在就是 推出蔡英文的話 你就會傾向比較支持她 嗯對 欸那我再請問一下 你平常都是看電視比較多 還是網路比較多 網路 網路 所以網路上很多的資訊 都是從網路上取得的對不對 像是一些網路短片啊 那請問你會不會看韓國瑜市長的直播 或是中天新聞 有在看嗎 沒有 沒有齁 那韓國瑜市長最近有登革熱防疫 那你有看到相關他的這個登革熱的報道嗎 嗯有 有 欸那你覺得 你覺得呢 你的感覺就是你看完報道之後 你覺得你有什麼感覺或是感想 他好像有去中央要5300萬啊 然後又被剪影片啊 然後後來播下來是2600萬啊 這個我好像知道 嗯 好啊那因為我們總統大選就在2020年喔 所以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都非常的愛國 那希望你們要出來投票喔 不管是投給誰 那也希望喔 姐姐在這邊也希望大家都可以看所有的電視台 三立也好中天也好然後多聽多看這樣子對於我們候選人就會很公平的去了解好不好 謝謝你們謝謝 我覺得我覺得蠻驚訝的 我覺得真的蠻驚訝的 就是我現在我們現在連三了齁已經連三拉三了齁 好 好沒關係我們再接再立 我們 我現在這邊又看到一位同學在休休 來問問他 哈囉同學我們在直播 你願意跟我們鏡頭打個招呼嗎 要幹嘛 沒有就是直播 就是網友有收集一些問題 然後請我來做街訪 所以跟我們鏡頭揮揮手好不好 那我們這邊 等一下有事情嗎 不會不會耽誤你太久 我想要問一下你是台大學生嗎 那你是有過20歲了嗎 那你本身是台北人還是 不是 彰化人 彰化人 所以你是北漂囉 你算是北漂是不是 我飄上北方 有人說他在老家欠了一堆錢 需要避避鳳頭 不好意思喔他還在 他還在 對 好沒關係那我陪你一起等 我們網友比較想要知道一下 就是說 現在 昨天6月30號 韓國瑜在新竹有一場造勢 那你覺得對於韓國瑜的感覺是什麼 我嗎 我 你本身知不支持他 我沒有 知不支持 因為你過20歲了 其實明年你是可以投票的 可以投總統大選對不對 對 那你現在心中比較屬意的人 或是比較欣賞的 有沒有 有沒有 我 我目前還沒有 到快選舉的時候 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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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會知道齁 那你覺得韓市長他在高雄的一些政績啊 比如說有鋪路啊 清淤啊 治水啊 然後有募款幫年輕人啊 他的政績很多 那你覺得你最喜歡的是什麼 然後聽說八月份又有摩天輪 那你覺得呢 像這麼多的政績 你覺得有哪一項你還蠻欣賞的嗎 我覺得有在做事就不錯啦 那你覺得他有沒有在做事 我跟你說 還是有對不對 他其實還是蠻辛苦的齁 好那 好 好 那我們跟鏡頭揮揮手 拜拜囉 你們放假沒 啊 放暑假了 已經放暑假了 好那就暑假愉快 好 拜拜 好 沒有沒有被下 哈哈 欸 我發現 我不知道是大家比較不敢表達 還是說 還是說真的 對這個議題是 比較沒有什麼太大感覺的 好 我現在再來看一下 欸有沒有發現 我今天問的女生比較多喔 對啊 欸我剛才有問公投欸 好 我們再往前繼續走一走 可是我覺得我可能也走不遠了 我可能還是要在 因為 因為這邊才有人在坐著 所以我可能還是要 我來看一下齁 好我來 這邊有看 欸我又有看到 好這次問一個不要那麼年輕的 不要再問同學了 我們來看一下齁 哈囉你好我們在直播喔 可以跟我們鏡頭打個招呼嗎 願意嗎 好啊來哈囉你好啊 來這邊有一位先生 欸你是台大的嗎 我剛看你好像從台大出來欸 我們住附近 你們住附近那是來散步嗎 對對對 喔來散步齁 那我想要問一下 因為網友有請我搜集一些問題 可是因為我們這個是沒有任何政黨的傾向的 所以我想要問一下 就是昨天韓國瑜市長有在新竹辦一個造事 不知道你有沒有關心這件事 所以沒有看新聞欸 沒有看新聞啊 沒有看新聞啊 好那韓國瑜市長他在高雄的一個市長 現在可能要出來選總統了 那你的感覺是什麼 我個人嗎 對就你個人 對 我都很樂觀其成啊 我都沒有什麼特別啊 都很樂觀其成 那你自己本身比較欣賞哪一位 就是現在浮出牌面的也還蠻多的 想競爭的也蠻多的 我覺得都是搶手啊 都是搶手 你自己有沒有個人特別欣賞哪一位 然後是為什麼 我真的沒有欸 真的沒有 那你是非常中間的選民 對對對 好那現在韓市長他有很多的 他在做了很多的事 鋪路、清淤、製水 像你四川鋪路 然後用募款幫助年輕人 然後賣水果、濃郁 才沒有照顧弱勢 像他這麼多的這個政見 你比較欣賞的是哪一個 就是關於民生的吧 關於民生的 那你覺得他是不是一個很真誠的人 我覺得他是一個漢子啊 講話很直啊 是一個漢子講話很直啊 對對對 那你明年會投票嗎 會啊 那你等一下要去哪裡玩 我帶小朋友進去 帶小朋友進去啊 好祝你們玩得愉快 謝謝 拜拜 我覺得他是投韓國瑜的 我覺得他是欸 對啊 現在年輕人讓我有點 真的真的真的非常非常擔憂 不但講不太出什麼東西 可是我不曉得他們是因為害羞 還是不願意發表還是怎麼樣 我現在又看到了一個女生喔 來我來問問他 哈囉同學你好 我們在直播 願不願意跟我們打個招呼 沒關係啊好謝謝 好那我們現在進來的是台大校園囉 欸好記得幫我按讚分享喔 我們再去多問問幾位 其實我對台大的這個期望是非常高的喔 因為我覺得他們 我覺得他們應該會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很能夠高談闊論的 很能夠表述自己想法的 很能夠表述自己想法的 好然後另外欸大家可以看到 這就是台大的校園喔 那台大對面有很多很好吃的東西 公館有很多很好吃的東西 好 我覺得我現在呢 哈囉你好 我們現在在直播 願不願意跟我們鏡頭打個招呼 不好意思我趕著看醫生 喔好好好那你早日康復喔 好她說要趕著看醫生啊 好那我再來看一下 其實女生應該會比較害羞 好我來問一下 哈囉同學你們好 我們在直播 願不願意跟我們鏡頭打個招呼 好謝謝 好大家都還蠻害羞的齁 不過齁 今天來真的最主要的目的 欸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問 傑克我覺得你說的對 我覺得我覺得今天他們非常的保守 我真的覺得他們很保守 欸還是說這校園直播是不對的 還是說我們應該去那種什麼什麼淡水啊 老街啊像那樣子的地方去直播 那個 貝影哥現在不要打給我喔 你打給我我就斷訊喔 好我再來找一找 喔我前面看到了一堆同學了 好我馬上走過去問 我來問問看喔 哈囉同學你們好 我們在直播喔 我陪你們一起走 你們跟我們鏡頭打個招呼好不好 好不好 對啊來來來 你看 哈囉有沒有看到 欸你們是台大的同學嗎 是啊 你們都有過二十歲嗎 大幾啦 售班 售班 研究所 研究所的同學喔 那你們什麼科系啊 農業經濟 欸農業經濟欸 欸講到農業經濟 那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我陪你們一起走沒關係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之前 好來 好來 來來來 救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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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路 可以可以 我問一下齁 既然你是農經的話齁 之前 你知道高雄市長韓國瑜啊 他都一直在幫農漁民賣水果賣蔬菜 那你覺得 欸這樣子的一個人 你對他的印象如何 呃 沒關係 我可以說 我們沒有政黨傾向 我們沒有政黨傾向 沒有沒有什麼想法 沒有想法 那現在檯面上的要選總統的人 你比較支持哪一個 比較欣賞哪一位 蔡英文吧 蔡英文 我可以知道為什麼嗎 那就是 有 就是 沒有沒有為什麼 你就覺得應該是會偷殺吧 對 不行啦 我們還是要聽到你的 為什麼 就是政見啊 不然我們這樣投票下去 沒有聽到政見 是很危險的 所以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欸那 你看喔 我本身喔 他們兩個 他跟賴清德 我是比較欣賞賴清德 可是賴清德就被這樣子 做掉了 那麼不民主 你覺得呢 欸金哥過來幫我 欸金哥趕快過來幫他啦 欸金哥 很犀利啦 等一下 這個問題我真的很難回答 好 你要不要問我朋友 好 來我們過去 你們要去哪裡吃 如果今天這題不回答出來 我要跟你們一起吃飯嗎 不用拔 不用拔 他很認真欸 他說欸不用拔 不好拔 哈哈 好 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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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過沒關係 在這邊啊 我叫君君 君姐跟你們說 我覺得你們有沒有在看三立新聞 或是中間 沒有 都沒有 那你們的資訊是從 哪裡 取得的 就是你喜歡他 一定有很多理由嘛 你是從網路上啊 還是從新聞 也沒有特別喜歡他 但是檯面上 總要選一個對不對 他會比較喜歡吧 他會比較喜歡 對啊 比較喜歡 好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就好 那韓國瑜市長他有鋪路 有清淤 其實每一天都是他的新聞 嗯 所以你覺得他有沒有在認真做事 不是啊 其實我沒有去了解這方面 所以 我也 我也不知道說他到底做的成交是怎樣 對 好 那這樣子 算你有回答到 我就不跟你去吃飯了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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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種 他有一種 被我嚇到的感覺 他真的以為我要跟他去吃飯 欸 好啦 其實 唉 說真的 我心情 很不好 我覺得他如果講得出來是為什麼 為什麼 他選蔡英文 我覺得他如果講得出來為什麼 我都還可以跟他對話 我最怕的就是那個 他連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 對不對 他連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怎麼辦 好 我這邊好像還有 好啊 我們還是在這個附近繼續畫 因為這個附近是台大的校門口 他們等人啊 約人啊 都比較會在這個附近 所以我們在這個附近比較好找到 可以受訪的對象 可以受訪的對象 欸結果是怎樣啊 是我來的關係是不是 旁邊所有全部沒人 對啊我真的好急喔 我覺得 我覺得今天的訪問真的讓我很受挫耶 真的讓我真的讓我很受挫耶 而且我覺得更奇妙的是 為什麼他們 欸台大的學生欸 是怎樣 平常都在讀書 沒在看電視喔 為什麼都不知道 韓國瑜市長到底做了什麼事 韓國瑜每天大家都在報導他 不是嗎 唉真的是有夠傷心 好我又看到兩個學生 哈囉同學我們在直播 你也在看喔 對啊 欸他在看我直播欸 好欸那我可不可以 那我就直接問你啦 你又在看了 那我請問一下 那現在目前台面上的這些候選人 你一定要支持哪一位 我跟你講 非韓不投 我跟你說 給我抱一下 這不抱不行了 真的 好開心喔 欸你有沒有女朋友 呃你要幫我結婚嗎 沒有我剛剛抱你一下 沒有女朋友就好 好開心喔 你這是誰 這是你同學嗎 對我朋友 你也是嗎 他差不多來了 你也是嗎 我沒有投票權 你還沒有投票權 我19歲 他沒有投票權 他沒有投票權 那就不抱了 好大家拜拜 那你們要去哪裡 我們要回家 要回家是不是 好那回家 你幫我拿一下這個好不好 那回家之前 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跳一個國魚操 好好好 好好好 那你就好人做到底 你連自拍棒都幫我拿吧 好好好 好你幫我拿齁 好拿好齁 好來很簡單齁 來拿手機收起來 就是我愛韓國瑜 好來預備 開始 我愛韓國瑜 沒有 只有往上一聲 好 這一次要來 開始 我愛韓國瑜 然後這個是翻轉 翻轉就台灣 加油加油加油 整套 整套 好來 5 6 7 我愛韓國瑜 再一次 我愛韓國瑜 頒獎頒獎 頒獎 救台灣 加油加油 加油 加油 謝謝你 台國瑜動賽 動賽 謝謝 欸子皇 欸這個房子 欸謝謝你欸 謝謝你 跟我們打個招呼 謝謝你 他手很痠喔 他剛剛手一直抖喔 東西掉了 鑰匙 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哇塞 好開心喔 欸他真的好可愛喔 很帥對不對 很帥對不對 好我去跟他 留電話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把 剛剛的照片發給我 欸我們很多網友 說你們兩個很帥欸 真的嗎 真的真的真的 有老闆你真有齁 對啊可以接受 好那你哪一個系的 台大哪一個系 台大電梯的 電梯高材生 那我可不可以知道 為什麼你喜歡韓國瑜 因為 因為他很 實在啊 就是 就是跟我一樣 就出生雲林 算是 雲林的女婿 對雲林 對對對 好棒喔 好那記得發照片給我 好 然後我再把你照片公布出去 好啦不用公布啦 他已經 他已經上直播了 好開心喔 怎麼樣 有沒有士氣大正一點 有沒有有沒有 有沒有 有齁 有齁 哎呀對 哈囉劉大 是是有點受傷啦 但是沒關係 欸因為你要知道 為什麼我們敢來這裡 這裡是台大欸 這裡是台大 這裡是蔡英文的地盤欸 我們就是敢來踩地盤好不好 所以我還是說齁 我其實不怕跟就是年輕人做溝通 我最怕是他不講 他不講我就真的沒辦法了 終於 台大電機 有有取暖好不好 我今天都敢來這個地方了 讓我取一下暖好不好 好 好 然後呢 我們 我們訪問了這麼多的年輕人 我們接下來是不是也來問問看 中年的 中年的朋友 剛剛那兩個同學真的好可愛喔 而且我們韓粉就是這樣喔 韓粉見韓粉就是特別的親切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好 欸請問一下 我現在直播多久了 我現在直 哎呦胡鬧也沒關係啊 因為我們 我們這個 本來就是比較輕鬆的 然後我本來就不是政治人物 所以我們就輕鬆一點好不好 對對對 我就是要來這邊拉票的 我就是要來這邊拉票的 被你發現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還有 其實現在是放假囉 很多人都是跌著大包小包的十米 還是說我自己坐在這邊 然後 欸 剛剛我旁邊是有個女生 可是剛剛我問過她的 她說 她說她不要 好雖然我們 現在是 欸 剛剛有人說十個才一個 其實不是喔 其實我們已經 十個裡面 剛剛是兩個喔 剛剛是兩個同學喔 剛剛是兩個同學喔 而且是台大電機高才生 超開心的 好我現在看到一個 哈囉你好我們在直播 願不願意跟我們一起打個招呼 願不願意跟我們會 鏡頭揮揮手 沒有沒有沒有 好謝謝 好然後我看到一個家庭 哈囉你們好 好我們在直播 我們在直播 願不願意跟我們鏡頭打個招呼 好謝謝 我們帶來看看喔 管她的剛才已經試氣 好可以看到一個 同學 願不願意跟我們打個招呼 好謝謝 欸我跟你們說 我今天喔 為了來直播喔 來你看我還印了資料 這個是我們韓國瑜市長 他被斷章取義的部分 這個是一個這個 韓市長好像之前 因為並沒文防疫 登革熱 韓市長說 登革熱的經驗沒有傳承下來 然後這一句話被罵翻了 所以我呢 就去網路上找了資料 其實韓市長他的原文 他的原意是說 登革熱的病媒文 這十幾年來 一直反覆不斷的爆發 一直反覆一直反覆 是不是因為我們的病媒文的防疫 登革熱的防疫 這十幾年來沒有好好的傳承 沒有傳承 他的意思是這個 他不是告訴你說 他的意思不是說 我上任六個月你沒有傳承給我 不是喔 他是說這十幾年幾十年來 一直反覆的不斷的爆發 就表示 並沒文經驗沒有傳承下來 所以這是我今天找的 第一份資料 來另外 小三通不是被罵得很慘嗎 我把這張圖印出來 我是有備而來的 這張圖是什麼呢 這張圖是賴清德之前 有沒有去參加 什麼 剪彩 這也是全州小三通剪彩 所以我找了 我今天總共找了三份資料 還有最多人最在意韓市長 一直在說韓市長就是落跑 然後這一份呢是 民進黨歷年落跑的 落跑去選舉的 對啊 所以 我有看到我又有看到人了 所以我在想萬一有人他要講這幾個議題的話 我就直接這個資料我就送給他了 你們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我要這麼辛苦這樣子嗎 因為我說真的喔 現在所有的網紅 所有沒有任何一個在當韓市長 這個讓我非常非常難過 所以我覺得 就算了就這樣吧 好 哈囉姐姐你好我們在直播 願不願意跟我們鏡頭打個招呼 好謝謝 哈囉同學你在等人嗎 好那又在跟我們鏡頭打個招呼 謝謝 我又找到了一個 反正現在喔 能拉一個是一個 我們能救一個是一個 來我來問一下 哈囉你好 我們在直播 願不願意跟我們鏡頭打招呼 好謝謝 好我們再繼續看一下 不過我覺得齁其實 沒關係其實齁 我個人人氣真的無所謂啦 我又不是要抖內或是我要用這個賺錢 我的臉書我幾乎都不直播的 因為直播對我來說實在太累了 但是就是希望讓大家知道一下 現在年輕人在想什麼 然後大家也可以給我很多很多的意見 然後下一次我就可以更加的更加的來引導他們 而且我今天最想做的 因為我知道年輕人 我上次在愛河其實嚇一跳 我知道現在的年輕人大部分都只有看網路的片段跟截取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影響他們最深的 那一個人再好的人 天天被罵天天被罵 你聽久了你真的都會覺得這個人很可惡 所以我今天呢就是真的想要呼籲所有的年輕人 你可以看三立你可以看民視 但是我自己也是一直都有在看三立的 我才會知道他們用怎麼樣的手段去扭曲韓市長的話 所以你可以看三立你可以看民視 但是你也一定要看中天 一定要看中視以及韓市長他自己本身的直播 這樣子才公平嗎 那要選舉了大家都說不出來 你要選個候選人的政見是什麼 你為什麼要投他 政績是什麼 那這樣子我真的是超級擔心耶 因為這樣子真的非常的危險 選舉我們還是要選出一個會做事的人 而不是一個我喜歡的人 我覺得對啊 好 好 欸哈囉夜尾 欸我如果到台中夜尾你要當我的那個小編喔 因為一個人很累 好 哈囉你好我們在直播 願不願意跟我們打個招呼 真的真的來 來來來 沒有關係啊 因為你的這個造型很漂亮的 來你是來這邊這個是我們剛剛路上遇到的一個 頭青很漂亮你是台灣人嗎 是來旅行 是來旅行 啊不是欸我看你 從國外回來的 是華僑是不是 那你要去哪裡 要回家 你明年會不會回來投票 2020 你支持誰 沒關係我跟你說我們這上面 完全沒有政治形象 什麼人都有 嗯 可是我們這次網友希望我出來幫大家做一些切斷票 我們很好奇 而且今年 明年的選舉真的太激烈了 所以你的話呢 你本身會比較喜歡哪一位候選人 還在觀察 還在觀察 好那現在的服務團隊 就蔡英文跟韓國瑜 就這兩個了 你覺得你對你比較喜歡誰 安心你不要害怕 我們不會怎麼樣的 真的不會 對我可以說上面全部任何人支持的都有 對 都有 對都有 所以你支持的你比較喜歡好了 你是一定會投嗎 比較喜歡 比較喜歡 對 對 韓國人 住民的對不對 人非常的真誠 而且一直這麼努力的在幫台灣做事 謝謝你 謝謝 祝你玩得愉快了吧 欸有沒有 有沒有 好開心喔 好 所以祥毅說年輕人如果多接觸不難是不是 可是你們覺得他們是講不出東西還是不敢講 你們覺得他們是講不出還是不敢講 我 我 我看一下 好 我現在又回來了剛剛的地方了 然後我後面有做一個女孩子 我們再問一個 再問一個好不好 然後7月6號 欸我覺得奇怪欸 為什麼高雄人好像比較敢說欸 所以7月6號我一定要去高雄 我一定要到高雄當地去 我要去告訴這些年輕人 我要去誘導這些年輕人 那看東西不要只看一面 因為只看一面的話 那就叫做片面之詞了 尤其現在民進黨這麼厲害 我們的友台是這麼的會斷章取義 我今天在看沾江村的直播 我真的快被他笑死了 他也被斷章取義你們知道嗎 他不接受三立的採訪 他說因為呢 他跟三立的人說 他說因為呢 你們會說我是黑道義員 結果呢 這句話還是被三立拿去用了 但是三立只有截取後面的 叫做我是黑道義員 沒有前面的你們會說我是黑道義員 所以他把他截取後面那一段欸 太誇張了 好我們再來 我們再來找一位 再來找一位號 欸又中了這個機率也是不少欸 我只是覺得有點納悶 為什麼在這邊沒有人說柯文哲啊 欸真的沒有人講柯文哲欸 好我們再來找一位號 好我又有看到一位 而且我發現喔街訪喔 這個女生比較不好意思在害羞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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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裡,看你,你們都很漂亮 你們在夏季節回到你的國家嗎? 後來 後來? 好,好,好冬天 拜拜 韓國瑜市長,他在高雄這一段時間,你覺得你對他的感覺如何? 就最近都是他的新聞 對 沒什麼感覺 沒什麼感覺 那他的,因為每天都是他的新聞 你最近一次看到他的新聞 讓你印象比較有深刻的是什麼? 都沒有在做事 都沒有在做事,你看哪一台新聞? 我都是看網路,我沒有看見 都是看網路啊 好,那我這邊所知道的,就是他有鋪路啊 清淤啊,治水啊 所以現在高雄路很平,然後下雨 他就排水,賣濃郁產品水果 那這些東西你覺得呢? 有沒有看到這些? 有啊 也是有啊 那你為什麼還是覺得他沒有在做事呢? 還是其實你真正覺得,不是這麼欣賞他的原因是什麼? 應該說,報出來的那些不是他真正做的 而且說他做的事情嗎? 也沒有做到那樣的 其實沒有做到那樣的 沒有這樣報到那樣的 好,可是 可是那你就相信了報道說他沒做事這個報道 可是報道說他有做事的,你會覺得可能不是這麼珍惜你 是這樣嗎? 是 他都跟我說之類的 謝謝 謝謝 那記得喔 三立的中天的我們都要看 然後公平的去擷取所有的資訊 這樣比較公平好不好? 謝謝謝謝 好,非常可愛的年輕人喔 可是 就是 有時候就是會有一個喜好嘛 那 我喜歡就喜歡 我不喜歡就是怎麼樣都不喜歡嘛 好 哈囉,你好 我們在直播 願不願意跟我們說一個哈囉 對嗎? 氣質非常好的一個媽媽喔 你好 你好 是住在台灣嗎? 還是來玩? 是喔,因為感覺很像華僑喔 我在國外住了很多年 難怪,難怪很漂亮喔 那我想要問一下,因為2020總統大選非常的激烈 會不會回來投票? 會不會投票? 我先住在這裡 我先住在這裡,那就一定會啦齁 那我們想要問一下 因為網友,我們這邊網友就是什麼人都有 我們很好奇 就是說現在這麼多候選人 你會比較喜歡哪一位? 不一定會去投票支持他啊 但你比較喜歡哪一位? 我現在還沒有決定 也還沒有決定啊 其實現在目前表態了 我們就拿韓國瑜跟蔡英文齁 因為好像就是一個國民黨 那你會覺得比較喜歡哪一位? 兩個都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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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是柯文哲了 好啦,我們謝謝 謝謝你 拜拜 好 好啦,那我們今天直播到這邊也差不多了齁 所以 終歸今天所有的這個人喔 我們可以發現喔 年輕人,包括在高雄的 好像都比較不會看電視新聞或是中間 大家都是看網路的一些影片喔 那網路影片真的對我們的影響非常非常深喔 那我現在終於知道 難怪 難怪綠營三立他們喔 要這樣子的剪影片 難怪蘇貞昌會要這樣剪影片 因為真的有用 那這個社會風氣非常的敗壞 因為我們不能讓這樣子的社會風氣 這樣子繼續下去 我們要一片祥和 要開開心心 那就像韓等的造勢大會 都是非常開心的 每一場都好歡樂 那這才是我們要的社會風氣 以後韓市場當選的總統 那我相信我們台灣的社會風氣 就會像我們造勢活動的這個現場一樣 很祥和很歡樂 然後愛與包容 那今天我們就到這邊先要結束囉 我覺得我口好口 可是好啦,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們能拉一個是一個 好不好 那7月6號 我們高雄見 然後在高雄我會去訪問沒有穿國奇裝的朋友 因為沒有穿國奇裝就表示 他是我們反對意見的 那我們要努力把他們變成韓粉 而且我覺得今天所有的韓家軍都好棒喔 你們這個說話都非常的理性喔 都很棒 好,那就先這樣囉 大家晚安 掰掰